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结婚了 你的对象让你很满意 你们的感情也不错 但是不久之后 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对象是个克隆人 而且这个克隆人 是由某个突谋不轨的实验室制造的 并且一直利用法律漏洞 来偷偷提取样本 制作克隆体 为他们谋取利益 请问此时 你会选择离开你的克隆配偶 去声讨这个实验室 还是什么都不做 任由这个事情发展蔓延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大家并不想失去自己的配偶 也不想失去一个可以获得廉价 并且高质量老婆的机会 有条件的人甚至会想办法联系这个实验室 去知道自己想要的克隆对象 而面对这些情况 法律能做得十分有限 再加上其中受益的人太多了 受害者的声音很难被听见 我不服 这就是为什么抄袭可以经常不受到制裁的原因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抄袭者会觉得自己获得了抄袭的权利 就像我自己这张图的创意 不管谁去抄 抄了多少 我都无能为力 但是我今天说这个事情另有目的 两年前我发布过一张疫情相关的作品 当时这张图被一叉发表了 还被国外什么媒体转载过 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算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甚至都没有把它放进我的作品集里面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张非常肤浅的作品 当时面对疫情 我其实没有做非常深刻的思考 毕竟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嘛 单纯是用作品来抱怨了一下 当时口罩很难买到的情况 这只是问题的表象 它并不能引起观众的深入思考 最多让观众觉得 是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就没了 而且这张图片当时在国内外传播的时候 反而会让我感到有点担心 我会觉得 你们千万不要拿我这张图 来抹黑中国在抗议上的努力 而且当时我也知道 这张图的技术含量实在是太少了 很容易被复制 就像放在学校门口没有上速的自行车 它虽然有主人 但是随时都会被人轻松的顺走 所以前一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 我这张图被小红书上某个摄影师抄袭了之后 我也就是哼哼哈哈的敷衍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抄袭吧 它也无非就是拿走了一个我不想要的玩具而已 直到我今天晚上看到另一个人发来的截图 让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 给我的感觉像我的玩具被拿走了 然后那个人还把这个玩具送到另一个惯犯手里 利用这个被央视点名称为毒瘤的东西 来保护它借来的东西 然后这个机构会把维权的回报分给它吗 所以朋友你怎么会有这种 就这样获得了保护伞的想法呢 幼稚 其实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真的不是为了声讨这个作者 也希望大家不要去他的小红书留言 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还排不上队 我做这个视频更不是去呼吁大家要抵制抄袭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个视频其实是做给其他 还有追求的原创作者看的 在今天看来做个原创作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的努力不一定会带来对等的回报 你创作的东西也会轻易被别人借走 去创造财富 而你可能一无所获 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挣钱最快的方式 就是用聪明的办法去偷别人的创意或者劳动力 而你还在坚持原创 可能你追求的只是这个原创过程中给你带来的成就感 不过话说回来 成就感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东西 它在来源不拘泥于创作和完成创作的过程 它也可以来源于你挣了多少钱 涨了多少粉 收获了多少点赞 以及看到弹幕上飘过的多少个这次一定 所以在获得成就感的过程中 你忍不住想去走捷径 想借用一下别人的东西 来实现创作以外的成就感 但是它会变成你一辈子的污点 当你真正成名的时候 当所有人的眼红你获得的名望和财富的时候 这个污点它就一定会被翻出来 像一盆屎一样的酣畅伶俐的扣在你的人生巅峰上 所有曾经仰望你的人 现在都会看见你头上扣着一盆自己的屎 所以当你决定做一名原创者的时候 就一定要对得起未来的自己 除非你断定自己没有未来 再让我说两句 两年前我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当时确实是因为买不到口罩 才会给人这种感觉 如今还有人在用这个创意的话 说直白点就是在玩烂梗 一个有潜在危害的烂梗 搞得好像在造谣 现在还买不到口罩似的 这可能也是现在我特别讨厌这个创意的原因 它的时效性已经过了 在2020年的时候 它可以说是反映了一部分人 买不到口罩时候的绝望 但是现在到2022年 在中国你还真的买不到口罩吗